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书归正本 白蛇传是中国民间传说 本来就传得很广 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变得更是家喻户晓了 虽然它的知名度超高 但是您知道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为了最后曝光现实中这个扭捏作态的魔鬼 咱们还是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白蛇传的故事原形 说的是一条千年得到的白蛇 他的人名叫白素贞 戏里管他叫白娘子 和被他救了命的一条青蛇 还有说青鱼的 剧中叫做小青 结拜成姐妹 吆喝人间的故事 这两条蛇形影不离 有时候还会化作美女在杭州的西湖 享受人间美景 清明节这天 这俩蛇又化成了美女 乘船游览西湖 这时候 杭州的药商许轩 后来因为地方口音被传成了许仙 扫墓归来 正在岸边等船 船家便撑船到了岸边 让他上来 顺便说一句 1956年日本版的白蛇传 这个情节正好相反 是许仙先在船上 船夫看到西湖断桥边上 要小女子挥着手帕打水滴 船家就靠边行车 两蛇女才上来 据称这部日版电影 最接近冯梦隆的警示通言原著 接着说 白蛇见到许仙相貌端庄 风度翩翩便起了爱慕之心 三个人下船的时候 忽然间下起了小雨 许仙见二美女临在雨中 便主动把伞给了他们 自己跑入雨中 这种舍身就美的举动 让白蛇就又敢动了一把 青蛇呢 他知道白蛇动了心 便追上去告诉了许仙 自家的地址 让他改天去取伞 不久 许仙真去了 受到了二美女的热情招待 然后 郎才许仙 便接受了 女貌白蛇的诱惑 以身相许 结为夫妻 青蛇因为想报答白蛇的救命之恩 也就极力促成这件好事 于是 三人组成了一个家庭 白蛇享受着人间的情爱 而许仙则被蛇妖缠身 却茫然不知 许仙呢 他心地善良 过去他常常去西湖边上的金山寺烧香拜佛 这天他又去了金山寺烧香 想求佛保佑他目前的幸福美满 第九天长 可是 没想到蛇缠身的状况 被金山寺的方丈 伐海 慧眼看破 佛弟子呢 那是维护人间正义的 蛇妖祸害人间 法海当然要管 于是 法海正告许仙 你呢 现在已经被蛇妖缠身 赶快躲避呀 不然的话 你会被蛇妖害死的 许仙是大吃一惊 并且质疑这事 那样美好的娘子怎么会是蛇妖你 法海见他不信 就教他 端午节那天 你让你那个白娘子喝熊黄酒 你就会看到他的真面目 许仙也想知道真假呀 他就照办了 端午节是妖怪们最害怕的日子 青蛇他一大早就到深山里避难去了 白蛇他不能露馅啊 就留在了家里 许仙就让他喝熊黄酒 他推辞不了 就喝了 结果呢 就茄子了 他真现了原形 变成了一条白色的大蛇 躺卧在了地上 许仙一看 恶地娘啊 当场就吓得 也昏死在了地上 傍晚 青蛇从山里回来 看到这一切 知道大事不好 赶紧给白蛇灌了醒酒汤 白蛇醒来之后 就又恢复了美女身 一看 一看许仙死了 知道自己 铸成大错 只好呢 他把许仙 拖给青蛇照看 自己就冒险闯入了南极仙翁住的地方 盗取了仙草 这个盗仙草的过程呢 他还是被两个仙童抓住了 要杀他 他就苦苦哀求 这个时候仙翁过来了 问明了原委 出于慈悲 他让白蛇带着仙草赶快回去救许仙 并且告诉白蛇 救活了之后 赶紧进山领罪 白蛇他是满口答应 飞奔回家救活了许仙 许仙一醒来 还是吓得不敢待在家里 就又跑到金山寺找到法海 被法海留在了寺中 白蛇他见许仙一去不返 便恨上许仙无情无义 恨法海多管闲事 干涉他们的婚姻 他一气之下就去了金山寺 找法海理论 要他放许仙回家 法海不答应 但他也好言劝白蛇 你回深山 别再纠缠许仙了 也别再来西湖害人 你是个妖啊 但是这个时候的白蛇 哪里听得进去法海的良言相劝 他便怒气冲冲 离开金山寺 一回家 和青蛇就开始商量 最后决定报复法海 白蛇他就运起了魔法 掉动了水中的虾兵蟹将 发大水 淹了金山寺 也伤害了其他生灵 这就是水漫金山的典故 法海看这事有点大发呀 就只好求助八仙中的何仙姑 仙姑他就运用神通 一秒就把所有虾兵蟹将收进了罩里 水便慢慢退去了 白蛇一见自己调动的虾兵蟹将全挂了 直到自己战胜不了何仙姑和法海 便和青蛇认了怂 匆匆逃跑了 可这个时候的白蛇 他已经有了身孕 经过一场激战 已经体力不支了 这俩美女蛇逃到了断桥 已经筋疲力尽 只好坐下休息 这时候躲在金山寺的许仙 当然他看到了水漫金山寺 后来又看到白蛇和青蛇败下阵来 这许生就又心软了 觉得他对不住白蛇和青蛇对他那么好 于是就偷偷地跑出了金山寺 去追赶这俩蛇女 追到断桥之后 见到白蛇和青蛇 白蛇指责他无情无义 青蛇也是火冒三丈要杀他 许仙吓得连忙下跪求饶吧 但是小青不松口 白蛇因为和许仙有男女之情 他不愿意失去许仙 于是也下跪告诉青蛇 自己已经有了身孕 为了笼住许仙的心 白蛇又告诉许仙 说他是蛇仙 不是蛇妖 许仙他就信了白蛇的话 便和青蛇一起 搀扶着白蛇回到了他们的家 大家知道蛇成了精 本性就是要吸取人的精华害人的 白蛇他水漫金山寺 让法海更看清了白蛇的本质 于是决定为民除害 所以 等白蛇产下了孩子之后 法海便运用神通 把白蛇压在了雷锋塔下 磨高一池 道高一丈 法海将蛇妖压在雷锋塔下 是人间正道符合天理的 然而 不知怎地 这个民间故事 却触动了共党魁首老毛 他扭曲的内心世界 下面咱就来说说 这个您不知道的白蛇传 民间故事 套出来的匪共官场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 老毛去看上海经济团演出的白蛇传 当演到白娘子被法海用神通压在雷锋塔下的时候 老毛他忽然跳起来了 大声喝斥 这怎么能行 这怎么能行 戏不能这么演 吼完之后 还气得拂袖而去 离开了剧院 阿门沦陷区 他伟大领袖老毛 同情蛇妖 当时让在场的人很惊讶 也想不透 这是为啥呢 虽然可能有无法言说的内在因素 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认知 反神佛的必定是魔鬼呀 不久谜底揭开了 在老毛的旨意之下 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的指令出台 接下来 所有的戏曲电影都要为政治服务了 改编的改编 停演的停演 海瑞罢官 武训传等等 这些受欢迎的电影 也都下了架 还对他们进行了全国性的大批判 原因只有一个 不符合老毛政治斗争的口味 其实呢 追溯一下 中共和他的御用文人篡改白蛇传之心 由来已久 鲁迅就曾经在他的《论雷锋塔的岛调》里说 世道无悦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 凡有田夫野老 残富村芒 除了脑髓里有点贵样子之外 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 不怪伐海太多事儿的 对高僧伐海 老鲁这个左翼文化运动的棋手 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文革初年 毛泰江青主导造出了八个样板戏 大家都熟哈 比如《红灯记》《沙家帮》什么的 可这呢还不够解气 同时就新拍了电影《青蛇传》 行结是 青蛇为了救被压在雷锋塔下的白蛇 他带着复仇的心理进到深山修炼 十六年之后修成了神通广大 武艺高强的女侠 他就威风十足的回到了西湖 惩治了金山寺的法海 救出了压在雷锋塔下的白娘子 他俩是凯旋而归 这个节目不仅把文革中亢奋的国人 忽悠的感念青蛇忠于白蛇 很仗义 就连磨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天理 也被颠覆成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邪说 不能不说 电影《青蛇传》是完全起到了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用 1993年 《青蛇传》还获得了共党第三届文华新剧目奖 后来呢 又出拢了电影《白娘子传奇》 《新白娘子传奇》等等 不少衍生节目 还请了什么汪明泉 赵雅之 米雪等等 不少美女出演 把害人的蛇妖美化成聪明善良的女性 为危害人类的蛇妖彻底平了反 《青蛇传奇》 和冯孟隆老先生用以警示的原作主题差之千里 直到现在 据说河南某处传当年《白娘子》成经的 有个白衣仙洞 仍然是香火旺盛啊 中国人千年信奉的神佛却被共党一再诋毁 政邪已经完全颠倒 妖怪登上了大雅之堂受人顶礼膜拜 而除妖降魔拯救苍生的法海和尚 却成为人们偏踏的对象 延续到今天 《沦陷区》的仙侠古偶影视剧中 也充斥着对蛇惊蛇妖的美化和赞颂 比如长相思中对女主不求回报爱护 直至付出生命的九头蛇妖香柳 让不少观众对其心理倾斜 为其战死哀怨不平 然而 在传统文化 白蛇传这类蛇怪故事之中 根本就不是讲什么爱情故事 更没有歌颂白蛇对爱情的忠贞 完完全全是一个除妖的故事 是一个当事人对佛法从不信到信的故事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和神传道德文化 就是如此这般在沦陷区被共党摧毁了 让传统道德也变为空谈 现在就是什么正义善良什么道德卖多少钱一斤呢 但是 自古邪不胜正 共产邪魔想毁灭人类 取代神佛也只不过是梦想 白蛇传的故事让我们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神真的是爱人护佑人类的 而魔鬼永远是害人的 千年白蛇可以幻化美女 但它再包装也仍然是蛇 终究会被神铲除 因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使人类乃至天上的真理 我们人间呢 绝不容妖魔鬼怪 他永远横行 这就像如今的魔鬼代言人中共邪灵 他横行沦陷区几十年 最终也躲不开上天的惩罚 他必遭恶暴 大陷已至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还行 请帮忙订阅点赞啊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